大家讲的一个话题就是 俄罗斯、美国、欧洲的军事强国同时军售印度 这点一看就看出是要对付中共了 美俄都结成联盟了 通常意义上美俄是在支持各自的盟友 他们之间可能又是对手 现在好了美俄欧同时支持印度 你看看我们中共国的孤立吧 中共国还恨吗 这次一个看点在哪里呢 就是俄罗斯军售印度这已经不是新鲜事 俄罗斯与印度一直有军事合作 有军工合作 它的米格飞机也在印度有生产组装厂 好现在我看看 这次最大的看点是在于 俄罗斯同意出售T14坦克给印度 并且这个订单量可能高达1700多架 那就意味着什么东西呢 T144现在号称全世界第五代首款第五代坦克 号称是陆战中的最高技术的坦克 好啊 这样的看来不是印度要装备全球最强大的陆军吗 你想想啊 现在俄罗斯因为财政问题 T14都没有成为俄罗斯现在军队的现役坦克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订单交付以后 印度就是第一个拥有T14坦克的国家 也是第一个拥有首款第五代坦克的陆军 你可以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吧 连自己都没有装备的东西都装备给印度了 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印度的这款坦克 还有现在俄罗斯装军售给印度 他已经是马上就在交付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在马上签约 就马上交付使用 并且一般的军备合同 大家都有注意到 美国要卖军备给台湾 你都会注意到 很可能执行期都是两三年 好了 现在这一次呢 俄罗斯是有一部分装备 直接从现役军队的装备调给印度 甚至有一部分是空运给印度 那也就是说印度这一堆的装备 是要马上投入使用的 那你看都看得出来 印度跟中国之间 跟中共国之间 这场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 印度花血本去装备陆军 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是一直的号称他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陆军吗 是吧 海空军不用说了 所以呢 你看看啊 这一次看看我们习大帝是不是继续杠 看看他所谓的号称最强大的陆军 是不是从前的北洋水师吧 北洋水师也曾经号称是世界上最吨位最大的海军啊 他也号称叫做最强大的海军 那个最强大的概念当时只是说他的总吨位最大的海军 你看 日本人不会摧毁之力就把北洋水师送到海底了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敢不敢在高原地带 跟我们最看不起的阿山打一张 拭目以待